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立新基金会23号的上午是在花莲市的芙蓉饭店 举办勇往直前看见新希望 以追求公益和爱的决心以及勇气 预防及消弭家庭暴力 对妇女和儿少的伤害 立新基金会花莲地区的主任表示 妇女姐妹生活上如果需要协助 可以跟志工联络 让她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立新基金会有专业服务的根基与系统 从问题发生的预防治疗到追踪 一系列专业而完整服务 华莲地区主任表示 妇女姐妹生活上如果需要协助 可以跟志工联络 让生活可以更好 也很开心看到姐妹们 现在的生活都过得还不错 当然有的人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工作上面有一些变化 或者是生活有一些不稳定 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办就业博染会 很感谢很感谢回丰银行 他们愿意提供我们经费做妇女就业的服务 那其实他们的依助我们很历心两年 近千万来补助我们妇女就业 那其中有一项是我们花莲很想用 但一直还没有用到 就是妇女创业的部分 小心微型创业 其实我们有几个个案 今天也都在 然后我们都一直很想扶持她 好好的做创业这件事情 但生活上面总是会有一些问题 阻碍了他们 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请了很多的厂商 来做抽职面试的这个部分 那希望对大家 因为过年就是转职的一个机会 希望未来在大家在工作上面 可以有新的希望新的发展 市长徐正蔚在支持时也表示 立心基金会每一年都办了许多活动 就是希望能够协助每位妈妈姐妹 能让协助有更健康的身心灵 才能够教养出更好的孩子 所以很多的活动 小范围小范围的办 就是希望能够听到姐妹们心里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服务 很多的方案 能够非常的深入 能够真正的陪着我们的姐妹一起走 这末年中立心总是会想尽办法 来让我们的姐妹能够回娘家 能够大家再聚聚 大家再见一见 然后总是能够创造很多的奇迹 我想今天能够有这么多的姐妹 回娘家真的不容易 还有啊 这位要拜托大家 我们的孩子都是 花脸的孩子 都是国家的栋梁 我们好好的照顾他们 当然 好好的照顾他们的同时 我们每一个妈妈 身心灵都要很健康 大家才有办法养育出 喂养出最健康内外兼具的孩子 县长也说 希望每位妇女朋友姐妹 不要忘记数位学习的重要 华林省政府也愿意开课程 让大家一起来学习数位教育 才不会让孩子跟现代的数位科技 有所脱节 记者林杰华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